在今年8月 媒体热议中国向南部海域发射了两枚东风弹的导弹 一枚是东风21D 另一枚是东风26B 前不久 该消息被解放军控军退役大下王湘岁证实 两枚导弹同时击中了移动中的靶船 这一消息也在美国国内引发热议 美军担忧关到危险了 据俄罗斯军事评论报道指出 就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政策而言 中国加强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是美国最头疼的事之一 美国甚至如果在亚太地区与中国发生武装对抗 那么首先是美军在日本韩国的基地 以及美国关岛和夏威夷基地 所以美国打算建立一个新的军事基地 美国专栏作者泰勒·罗格威表示 在关岛上的安德森空军基地 是美军在太平洋的战略力量投射的重要环节 但中国正积极发展导弹和战略轰炸机的能力 不排除关岛基地弹缓的风险 在任何情况下 该岛都是解放军第一波西级对象 美国海军上将菲利普·戴维森甚至表示 中国导弹可以让关岛基地从地图上消失 在美国他们认为可以挪去迪尼安岛 对于关岛基地的代替者 该岛是马里亚纳群岛的一部分 位于关岛一百一百英里处 二战后美国放弃了该岛军事基地 于是跑到和军营机场等其他设施超年实修 虽然极些年进行了翻新 但是难以容纳大批现代战机 轰炸机和军事运输机 五角大楼正对该岛进行现代化改造 以支持12架载油机和支持人员 一旦发生冲突 不要为从关岛起飞的战机和轰炸机提供动力 美军弩乌有用吗 不过俄美援引罗格威观点指出 伊尼安岛上的新机场 可能也会成为中国导弹袭击击的目标 但是五角大楼认为 最后两个机场比摧毁一个机场要贵得多 而且很难完成 对此由罗斯人表示 如果发生冲突一枚或几枚导弹有何区别 美国人忘记了如何计数 他们不知道什么是15亿中国人 他们徒劳无功 谁会在冲突时考虑费用 不过除了半星的基地外 美军也正在加强其弹道导弹的实力 进行了两手准备 前段时间 美海军首次从军舰上发射拦截弹 拦截了一枚洲际弹道导弹 美国福布斯网站甚至直言 俄罗斯和中国有麻烦了 事实上 美国不愿牵迷跑到别人门口挑衅 却一直指责对方威胁 自己纯粹是美国逻辑 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2号报道称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在周二正式声明 位于波多黎各的阿雷西伯天文望远镜塌了 在看它之前 该望远镜就发生了两起严重的电缆断裂事故 这次重达900吨的仪器平台 直接掉到下方的反射盘上 并且再也不能使用 结束了数十年的天文发现之旅 事实上 阿雷西伯天文台是世界最著名的天文台之一 在中国500米口径球面设定望远镜出现之前 它曾是全世界最大的单空镜望远镜 在电波天文学 大气科学和雷达天文学等领域贡献巨大 值得注意的是 它还曾向距离地球25000光年的球状星团M13 发送了一串信号 包括人类DNA的化学元素讯号和结构 人类外星和太阳系信息等 现在看来 信号能量太微弱 没有恒星级的发射工具 不容易被接收 据悉 阿雷西伯望远镜的保养费用非常高 经常备受质疑 其实在8月的时候 一根支撑钢篮断裂 就在望远镜的反射盘上 砸出一个30米的大灯 在11月初 一个重达16吨的支撑钢篮又断裂 损害了天线 结构非常脆弱 根本无法再维修 只能报废 长期在阿雷西伯天文台工作的 亚伯门德斯表示 当知道这一消息时 整个人都崩溃了 就像失去了生命中一个重要的人 他还提到阿雷西伯和中国FAST望远镜 被誉为地球射电天文学上的 两只大眼睛 现在能做地外生命探索项目的 类似研究的 只剩下中国的FAST 而且它还比阿雷西伯更灵敏 如果失去阿雷西伯 就意味着 失去24小时监控微弱 无线电信号的能力 现在 我们只有一只眼睛了 在事故发生前 世界各地有250名科学家 利用这座望远镜开展研究 现在 全世界天文探索领域的科研人员和项目 将只能依靠中国的天眼 而美国的外星无线电监听计划 实质上已经终止 中国南京大学 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教授黄永峰表示 这对FAST也提了个醒 而且FAST的口径比它更大 我们需要提前做一些 预防性设计或者考虑 尤其是后期阶段 望远镜平台 安全性 整体运行功能如何保障等问题 都是给我们提了个醒 有意思的是 在这次事件后有网友纷纷爱的赵立坚 因为就在前不久 五眼联盟 美国 澳大利亚 加拿大 新西兰 和英国再次发表联合声明 干涉我国内政 对此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 不管他们找五只眼 还是十只眼 只要胆敢损害中国主权 安全和发展利益 小心他们的眼睛被戳瞎 难道接棒了橘色的英国绿武器 在11月24日 昌尔五号月球探测器成功发射 在12月1日 昌尔五号探测器成功登陆月球 并启动钻头和产丝采集月壤 不仅仅是为了月壤 这也是中国最高航天科技发展的一次大演收 这次采集月壤 采取了寸曲和表曲这两种方式 实现多点独次采样 在12月2日22时 昌尔五号经受住了超过110度的高温考验 克服了测控光照和电源等多个条件约束 完成了对于月壤自动采样封装 不过有分析人士指出 月壤已经打包完成 接下来的才是最精彩的 代表人类最高科技的技术验证环节 其无人自动地外起飞 和人类首次月球轨道 无人自动交汇对接和样品转移技术 配送员已经去到货 正在配送中 而这次探浴工程中最难的就是配送环节 这个过程由三个清洗配送员 昌尔五号的上升器 轨道器和返回舱接力完成 虽然苏联此前也是无人采样 但三次带回总重也只有约330克 而昌尔五号一次性就要带回2000克 因为苏联探测器采样完成后 直接从月面返回地球 由于返回舱和人料负重巨大 量品自然不能多采 而昌尔五号采用的是 月球轨道无人对接技术传移样本 在探测器采样完成后 上升器将带着月壤样本 从月球表面起飞 月球没有运载火箭怎么返回地球呢 其实昌尔五号探测器本身就是自带火箭的 身上运载了7500牛发动机 上升器也有3000牛左右推力发动机 上升器发射到金月轨道后 它就会与轨道器和返回舱的组合体回合 然后把快递送到返回舱里 在这个过程就是考验对接技术的时候了 38万公里之外的月球轨道对接 比金地轨道在人航天采用的对接技术难度更大 在月球轨道上 被探测器的质量和空间都有着非常严格的控制 而且对接机构必须做到小而精 重量也要非常轻 并且具备样品容器捕捉 自动转移等功能 对操作精度的要求也要高得多 研究团队采用世界首创的爆爪式对接机构 当上升器靠近时 只要对准连接面上的三根连接杆 将爆爪收紧 就能实现紧密连接 而捕获 效准 收拢 转移 全部步骤都需要在21秒内完成 团队做了35项故障员 从启动到交汇 全是自动控制 样本转移后 轨道器和返回舱将带着样本 从月球轨道转移到地球轨道 进入近地轨道后 轨道器和返回舱分离 最终返回舱以打水漂的方式返回地球 不过也有人指出 这同时也是人类最高的军事科学技术 有着非常大的军事前景 量子有两大研究方向 量子通信和量子计算 很多人都知道 被称为绝对安全通信的量子通信领域 中国已经一级绝尘 而在量子计算机之前 我们都是处于追赶的角色 现在终于弯到超车 而且超太多 12月4号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消息 该校潘建伟 陆朝阳等组成的研究团队 和中科院上海微系统所 国家并行计算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合作 陆建了76个光子的量子计算原型机9张 实现了具有实用前景的 高斯波色取缘任务的快速求解 在量子计算机实用化上创下历史 究竟在国际上是什么水平 在去年谷歌宣称实现量子霸权 发布了53个超导比特量子计算原型机 玄灵木 当时谷歌实现量子霸权的通稿爆出刷屏 据悉谷歌是用53个量子位 模拟1016种状态 谷歌量子计算原型机用3分20秒完成计算 而当时排名第一的超级计算机 Summit大概是要1万年 但是当时引起了业界的怀疑 实现量子霸权可能需要错误率更低的量子芯片 而且还需要其他方式抑制错误 谷歌率先宣布实现量子霸权不严谨 美国人一向是做一分说十分 而根据目前最优的经典算法 就招量子计算原型机速度比谷歌的玄灵木快100亿倍 而且九张通过高斯波色取样证明的 量子计算优越性不依赖样本数量 克服了谷歌53比特随机陷入取样实验中 量子优越性依赖于样本数量的漏洞 而且输出量子太空间规模达到了1030 我国成功达到了量子计算研究的第一个历程碑 量子计算优越性及真正的量子霸权 而基于九张的高斯波色取样算法 在机器学习量子化学图论等领域具有很大的潜在应用 值得一提的是 此前在超级计算机领域是美国和中国的竞争舞台 在6月24号 日本超级计算机赴越终于拿到了世界第一的成绩 对日本超级计算机以较大优势超过中国一事 当时被国内日吹 日本国内各种吹捧 中国超算步行论再次重出江湖 然而日本超算刚登顶5个月就给日吹来了一个大耳光 据目前最优的经典算法 九张对于处理高斯波色取样的速度 比赴越快100万亿倍 其实命名为九张 是为了纪念中国国代最早的数学专注九张算数 感受到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底蕴 长河5号月球取样 奔斗着深海作底 天问号火星登陆 九张量子霸权 中国的科技革命已经爆发 心中华内相当时被 evangelic100万亿还造成